你好,政治揭露 第二節 上一節就跟大家說起 1月13日起床的這個招呼組 我覺得失望,覺得 看來大陸好像想 和美國在 經貿上想停戰 可能在香港也不開戰 事實上,香港也有理由不開戰 當然,我的預測 其中一個預測 現在有一個可能性 什麼都不變 香港還沒衰狗 這個預測令我很失望 我又很害怕 真的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已經超過一半 事實上,為什麼不急呢 金融市場繼續運作 28,900 我為什麼要搞你香港 特首又改變了特首的選舉方法 改基本法 又搞這麼多事情呢 是不是 我希望 未來一段時間 陸陸續續 至少也有些官員 有些提援 我希望 香港 如果不是 其實 我們很難捱 如果你林鄭 你夠膽 現在問我們 拿106億 倒下海 給海洋公園 但未來未必有這麼多大陸人來香港 因為增了香港 香港是一些叫港獨的地方 我106億 不如其實拿來 拿來製造一些福利 給我們香港人好過 但你拿106億 你不是一定有錢賺的 是可以全虧的 我暫時香港因為 基本結構沒有變 如果沒有大清洗 黎智英 廿文廿武 蕭若元說移民 又不走 是不是 他們繼續廿文廿武 那些黃絲 覺得自己很對 是不是 中共可能因為 他的國家大策略 大層面上面 什麼都不變 都尚可 那你又 你怎麼怪人呢 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進來香港大清洗呢 你香港人你要 你要衰到徹底了 不碰你了 其實還未徹底 現在 經常都說 如果過完年後 修了二三千步 香港人才知道死 但可能還未死的 那些黃絲 那些黃絲 那些黃絲一步步 拘捕了他 接著有大量人 這裏現在有七千人左右 七個月有七千人左右 大約知道被捕人數 那這七千人裡面 可能有二三千人 最後都留了案底 當成這樣 那他們留了案底 然後找不到工作 這樣才好 現在他們還未死的 那些人 那你說 大陸暫時 一會兒三月都沒有變 下年三月可能會變 那你可不可以怪大陸呢 下年二零二一年三月 就要對特首 那個產生方法 我覺得真的需要斟酌 但是這一年 這十四個月 可能美國的衰途現象 更加明顯 到時候動香港可能 好些 是不是 如果你動過特首的選舉方法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呢 今年呢 要留意的一件事呢 那是今天 這麩蛋 這個時間呢 一直都是香港最重要的政治時間 這六四晚會 當然 甚至是 這六四晚會 另一個暴亂時間當然是七一,七一連遊行也是 他們慶祝他們怎樣破壞立法會 浪費了他們香港人幾千萬 他們的暴徒不知羞恥的 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個勝利 2020年七一 這兩個時間可能有一些暴亂會發生 因為預備九月的選舉 我自己個人 這個就不是預測 我是期望而已 有些是我建議的 有些是我預測的 我上次分得很清楚 我剛才說我上半節 或者剛才我正式預測 中共可能在這個上半年什麼都不動 我不知道七月再出現暴亂的時候 六四和七一這個政治時間 會不會又暴亂的時候 會不會有東西動 如果 如果 出現暴亂 我希望中央考慮 宣布這麼多狀態力 如果今年下半年 因為在國際俗勢上 特朗普 11月的選舉 七月是一個很緊張的時間 如果在可安時打貿易戰 中國只需要 譬如說舉例 這個上半年 這個上半年買 穀物買得很慢 買了100億 他說要買500億 買百多億 剩下三百多億 還沒買 但是 在六月七月的時候 拿著三百多億的穀物還沒買 那他們呢 那些農民 仍然都還沒收完款項 是吧 紛著紛著 是吧 在那個時候 六月四 七一遇到暴亂 宣佈了這麼多狀態令 宣佈了這麼多狀態令 我建議 停了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因為宣佈了這麼多狀態令 在這麼多狀態令之下 不會執行任何的選舉 跟著 跟著 這個立法權 就轉為由特首私行 緊急狀態 你一句人大釋法 你已經就說 我特首就說這個是 緊急狀態 中央說這個是緊急狀態 立立23條 是吧 今年六七月是可以這樣做的 跟著 23條 那些就飛出來 跟著 立法會選舉 这届立法会继续运作到,理论上到9月30日 按它继续运作到9月30日,但7月中就会休会 到7月初你宣布了这样的状态令 那你就说在这样的状态令之下,不会作任何的选举 我希望中央考虑我的建议 不要再让他们霸佔立法会的议席 在这儿搓妥我们香港 我真的受不了 立法权到了特首那里 如果特首喜欢的话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他说 筹给一个临时立法会 是不是 他委任一些人去做临时立法会的议员 直至于这样的状态为止 如果2021年3月 去改动基本法的 甚至直接去改动完的 之后产生新 新另一个 重新开始的立法会选举 到时 我自己呢 就这样思考到 我现在真的 我问到朕未觉得 今年上半年什么都未必有东西 但六四七一可能有些问题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想读一读 有一个 关于台湾 大选后 有一个老人家 写了一篇文章 给蔡英文英粉的一封信 向台湾的下一代 讲一些耐心话 其实那篇文章很长 但是我想读 这位老人家的一些分析 这位老人家 我想是一个台湾人 他在台湾 他也生了下一代 但是他看到那些年轻人 每个人很迷 蔡英文 肚子扁扁要投啊扁 肚子扁扁要投啊蔡英文 不想过未来 不用脑 做猪 媒体 信息给美国 YouTube、Facebook控制 人家喂你什么 你就信什么 没办法 Facebook、YouTube告我 骚扰你 我读他下半段的 那封信 他选举已经结束 年轻人决定了他们的未来 我今天想跟各位说 民进党 不敢有不怨 说出的真相 让你们再兴奋之余 你们是蔡英文的兴奋 你们兴奋之余 还能清楚看到你们的未来 未来两岸关系 将急剧 惡化 可能我读错这个字不敢理 民进党 及太阳花 学运 示威仇 的 ECFA 即是两岸的贸易协议 近近密关系协议 大约的名字是这样 明传十万 台湾无法交易国际组织 两岸经贸交流倒退 工作机会降低 身水降低 如果没有父母给你们金门 即是资金的支持 即是一些生活费的支持 恐怕一辈子都无法买房 经济衰退后出生率进一步降低 我们的同龄的朋友之间 他们的子女 或有结婚者 几乎都不愿生小孩 即是抱不到孙 这位老人家说 蔡政府又支持同婚 未来人口结构 将急速老化 生产力降低 听闻台湾开始人口负增长 面对经济力生产率都比台湾高的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的竞争力 我特意把台湾的字改成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的竞争力只会步步倒退 中国台湾各个大学 我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他只是一个中国的 叛乱分裂的地区政权 中国台湾各个大学的竞争力 在政党黑手滲入校园自主 学运年年之余 竞争力大不如前 根本不是香港 其实香港也要叫中国香港 及中国大陆名牌大学的对手 对不起 香港的大学都认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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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香港的年轻人 香港人都没有信心 你看香港人 你觉得英文很好吗 怎么会出了一个陈子维啊 零分的 只会吃天事 只会收黑金 只会搞暴乱 扔起头弹 香港的大学生有前途吗 就算你成绩多好啊 有个案底就吃屎啦 又或者他在网上不敢暴动 在网上去鼓吹煽动 被大陆cap到 取消了回乡证 你9A也没用啦 GPA顶爆 去到3.9 4都没用啦 都回不了大陆 回不了大陆 就知道你是有问题啦 你参与暴乱啦 那不就不请你了 台湾和香港一担担 台湾的林园政策被民进党政治主张限制住 未来台湾只会空气禁污染 因为呢 不肯用核电 即是把台湾的核电署封闭了 所以台湾要烧煤 所以台湾空气会更污染 缺水缺电缺土地 让外商缺步 而且不是RCEP的一部分 不远到台湾投资 中共政府不会让香港国清和台湾的政府联手 继续与他们对抗 而一向被当成台独列车的杀车版的国民党 又如此不争气 我想这位老人家 事实上对国民党理解错了 国民党在大陆的角度都是搞暗度的 但无论如何都好 可能国民党比国民进党好 但既然一国两制不被港台接受 那么中国军方的鹰派 必然要求提早实施一国一制 统一台港 免得夜长蒙多 无法收拾 中美贸易占正欠 中东局势一触即发 此时对台动武 美国应该务下保护台湾 到时候你们必须为保护台湾国 有哭的 自由民主而战 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信心和决心 与台湾共存亡呢 不要忘了 美国不可能派子弟兵来台湾 为台湾人站上一线 其实呢 这位老人家说得很好 他有一段我读漏了 他有提过 他说 这些台湾的青年 你们多数是经过李登辉 时代所启动的新政改 所教育出来的新世代 你们对国家认同与我们者群 经过八二三套战 即是金门炮战 应该是 中美断交 即是中美指中华民国 即是1979年1月1日 两奖反共的教育下 成长的中老年人是不同的 在你们 及同制的认知里面 我们的国家是台湾 老一代认为国家是整个中国 寄在大陆和台湾 不是老国民党口中的中华民国 更不是共产党的中国 即是其实中华民国 他们现在不认同 现在后生一代 只有我们老一辈的 与对岸患有着千丝万留的牵连 而你们对落后 不文明不民主不自由的对岸 始终会有太多的好感 看完这篇文章 我其实都读了很久 但你感觉 其实香港和台湾真的是一口一口 即是那帮 学生孩子被人洗脑 其实你现在的投票选择 就是要等着战争 要死的 现在香港的暴徒 要香港独立 其实就是想着 要被共产党清洗 有天 可能今天不清洗你 2020年不清洗你 但有天美国衰退到 美元都拿不稳 又或者在中东的核心区全部散 只剩下沙地 这个世界变成真正 有优势的 就是一路一大完善国家 中东的石油可以通去中国 也可以经油管 入土耳其 入欧洲 全部不用美元 去交收 到时这个世界 去美元化 去到七七八八的时候 那我中国就不用给面子去台湾 我经济孤立你都七七八八的时候 你要么求我 你再玩东西我打你 香港这些暴徒 可能今年不动你 大陆觉得美国衰退得这么快 随时在中东都随时散了 那我等下 可能更好时机去计算 他比我更好 可能他计算下年 去香港那些死人暴徒 清洗你们黎智英这些垃圾 泛民那些零分议员 下年做更好的 那他自己就看着来吃的 他觉得现在 我香港人很想他 现在 11月13日去动你这些蟑螂大清洗 或者3月 但是他觉得 那个时机不够正 下年正些 下年再下年正些都不定 那就由得你香港多乱几年先 你香港先衰一下先 就是 为什么 会 香港搞到这样 是 美国佬同一套 在台湾就叫李敦辉 搞一套新教改 就使那些年轻人全部支持台独 哇 很成功啊 90年代玩的时候 那 到00年代 开始在香港 就香港那些教协啊 或者香港那些教育的官员啊 羅范昭芬啊 李国章 李国章都有可疑啊 那跟着 甚至2012年 就完成了 就是去DSE 跟着整科通识科 直接教台独 教港独 两边的手法是一样 都是残毒我们的下一代 跟着呢 潜然密化 跟着那些年轻人就像猪一样 人家喂他任何东西 他就吃什么 那吃了他就还以为自己很叻 少年轻狂 其实就是白痴 人家导个邪教给你 你吸收了 你信 跟着拿命拼 还觉得自己伟大 台湾充满了这些白痴 对吧 你感觉到 我总 就是 我是大陆 为到整体的着想 可能他计算的时机 可能我 我香港人当然想去立刻做 但是他计算的时机就是 下年 或者再下年动你开心点 可能圆满点 美国在衰退 要不要这么急啊 那就下年 我不是说一定今年什么都没有做 不是今年一定不会大清洗 但是现在我闻到一股味 可能今年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真的 我对香港年轻一代 或者对台湾年轻一代 我是很伤心 人家拿着Facebook YouTube 拿着教育 台湾有李登辉 他控制的 政府官员的教育部门 全部灌输台独 香港 香港的黄老师 教会学校 这些的旧殖民体制里面 就去害我们的子女 其实你闻到的就是 香港还是英美殖民的残 我一个荼毒的里面 台湾 就在美日 殖民的荼毒里面 仍然脱不了身 即是 问题严重 但是这些事情不是我去解决 是北京政府去思虑 希望有一个好的方法去解决 我先说这么多 我先说 我先说